欢迎再次回来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技术 以假乱真 带兔用来行骗的事件实有所闻 连李显龙总理和黄寻才副总理 都出现在深违视频中 国界验证科技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 亚太区深违诈骗案激增了15倍 当中新加坡案件增加了5倍 如今在科技的助推下 深度伪造视频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够达成 在带来娱乐效果的同时 深违科技也潜在身份盗窃诈骗等隐患 那这一期的《晨光聚焦》 我们和专家了解深违背后的技术 以及家长能够如何地 在这种大环境下保护好孩子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晨光B線》主播苏美兰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BigFake 也就是深度伪造科技 眼睛锐利的观众朋友 可能已经察觉到 这位并不是主播苏美兰 而是另有其人 《晨光编导》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 利用深违科技制作出无论是相貌 还是声音都像极了苏美兰的视频 我们在编短几个小时 搞几天的时间就能够做出这样逼真的视频 其实只需要视频和录音 就能够伪造成你的家人或朋友 你觉得这是科技进步 还是觉得可怕呢 近十年来 身为科技持续发展 目前已经具备换脸 换声音 转换语言发声等能力 极大的模糊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 它能让已故演员重新出现在荧幕上 更能让你和明星换脸和声音 身为科技的娱乐成分高 但也经常被不法分子用来 为非作歹 例如近期 社交媒体出现李显龙总理 在接受访问时 呼吁观众投资的身为骗局视频 以及去年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 冒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宣布投降的视频 这些身为视频引发假信息传播 而这些扭曲事实的诈骗视频 如今在不断增加 国际验证服务供应商Samsup 在2023年发布的 年度身份欺诈报告中指出 在2022年到2023年间 身为相关的诈骗案增加约10倍 当中亚太区激增了1530% 而菲律宾 越南 日本 是这类案件增幅最高的 三个国家 新加坡虽然排名不高 但身为诈骗案也激增了500% 除了传播速度快 如今连制作身为都变得更简单 因为生成的数据和模型可以分享 大家都以它以积木的一个基础 做新的基础 所以会一个非线性的生长得更快 随便到那个app就可以做好了 网上可以看到很多 其实前面播出的身为视频 也是通过已存在的网络数据和模型 做出来的 我们有一个原输入的视频 然后我们把这两张原始的视频 还有这个照片 放进一个深度学习的模型里面 然后这个模型就可以输出 这样的一段视频 过程可能只需要20分钟 就像拼凑人脸一样 人工智能通过大量信息学习后 会识别不同面部特征 然后将它们拼凑在一起 声音模拟则是通过学习 所录下声音的频率 厚度和高低等方面 来取得逼真效果 妈妈我被人绑架了 他们要你放一万块 进去银行户口 而他们学习的来源 不少是用户 自己放在网上的公开信息 如照片 视频和录音等等 社交媒体过度分享 成为网络和个人信息安全隐患 从事数码健康教育的专家表示 不少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自己的家人 甚至是孩子的信息透露出来 特别是年轻的家长 孩子一出事 其实他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拍照 拍视频 然后就发布在他们的 社交网络上面 通常也加入了很多 其实个人的资料 比如说名字 几点出事 在哪里出事 举个例子 重新设置账号密码的安全问题 一般都是询问一些 和个人相关问题 比如你第一个宠物的名字 老师的名字 或学校名字等 除了个人信息泄露隐患 歹徒也能通过家长 在社交媒体分享的照片 从中了解他们孩子的行踪 而随着身为科技越来越进步 这类诈骗手法更加难以辨别 片图把从多方收集到的资料 脸孔和声音集合在一起 容易让家长不小心上当 教授表示 如今人们对社交媒体依赖心高 这也带来了相应的隐患 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 能够警告用户上传任何信息时 所面对的隐患 希望能带来改变 随着身为科技越来越普遍 我们该如何自保 教授表示 凡是看到视频或图片时 不要太快下结论 应该进一步了解和查证 这里也教你几个 辨别身为视频的方法 头两个就是听他的声音 和观察他的眼睛 这个就是说讲话有没有同步 语调对不对 然后看他的眼睛 眼睛有时我们眨眼的频率会不同 或者所以他的眼睛有时会不俯瞋 看的东西不齐 或者这方面的东西 最后也可以看整个脸部的表情 会不会皮笑肉不消 但随着身为科技越来越进步 光靠肉眼可能不靠谱 其实市场上有不少技术 能协助确认照片或视频 是不是假的 两款在去年推出的应用程序 能在几秒钟内 检测上传的是真实的 还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公众也可以到防伪科技公司 Samsup推出的 For Fix Seek网站 免费上载照片或视频 以确认内容的真伪 而在社交媒体和科技巅峰时代 成长的孩童 未来所面对的挑战将更大 家长对下一代的教育越发重要 作为家长 当然是要从小开始去培养 跟他们一起讨论 就是不要随便把照片随便发给别人 不要随便把照片 就是用Defit 然后去加上别的东西 然后去发给别人 有科技很容易 让孩子们或者青少年们 其实去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家长也需要通过解释 什么是深度伪造 如何识别和应对身伪问题 从小灌输孩子正确的观念 以更好适应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